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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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好就是最好的艺术 在这个时期 他每天都拿着相机四处拍摄 记录了他的日常生活和生活圈子 当中不少是很有特色的精彩作品 来到这幅场 你会奇怪为何画放得这么低 原来华河很喜欢小朋友 他特意画了几幅画 放在小朋友的高度给他们欣赏 真的非常细心 另一个展品就是时间囊 我们画后在十十年代开始 就有一个习惯 将他日常生活上用的东西 接触过的东西 用完之后 就放在一个纸盒上保存 这个叫做时间囊 八十年代的他曾经来过香港 想不想知道 他在香港旅游的时候收集了些什么 一起来八卦一下 这个时间囊会为你提供答案 潮流兴玩自拍 华河原来一直都喜欢自拍 这幅八十年代的自拍 发型是不是很前卫呢 在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来华河有宗教信仰 这幅画就是他以十字架 作为题材的作品 正如他所说 我是个深深地枯浅的人 看完这个展览 你认为他是不是枯浅呢 这次安迪华河展览 为什么叫做 《十五分钟的永恆》 原来来自他的一句名言 在未来 每人都可以明闻世界十五分钟 在离开前 记得在大堂留影 电视屏幕会定时循环播放 享受下做十五分钟名人的乐趣 展览期间 展览开放时间延长至晚上八时 逢星期四邮管 详情请上以下网址